哎你怎么又在房子抽烟呢 怎么了你 老是不理我 这不怎么一头黑着脸 不对吧 这不像你 怎么了你说吧怎么了 我问你那个佛道 咋的事 啥 佛 佛怎么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不是跟你说我们同学送的吗 我刚打电话你不是也没听到 我跟人家说呢我收到了 我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也不想收 我说算了吧 我说我也不能收 最后他就说呢 这是给娃娃买的东西 小佛本来就是孩子带的嘛 然后他就说你别客气了 拿上吧 我给孩子的 他是你发小娃 快找到了吗 算是他比我高两届 我就想知道 你们要到底撒关系 同学呀 就这么简单吗 那是啊就这么简单还能怎么样呢 不过就是有一个小插曲 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也并没有多重要好像 什么小插曲 他当年追过我 你看我绝对有问题知道吗 就是我可以这样跟你说 就是小的时候的事情嘛 就是我们那会儿的时候上初中 我上初中哈 他应该是高中了吧 怎么说呢 我每天放学的时候吧 他就悄悄的在后面 目视着我 我发现有几次这样的啊 就是跟着我呀 什么这样的 就是他一直就是挺喜欢我 可能我是他的初恋吧 我觉得 然后他不是我的初恋 怎么了 青梅竹马吗 这是 青梅竹马是一起长大 彼此都有好感 然后呢 然后我就 你看当时我上高中以后 我们就分学校了 本来在一中 后来我到三中去了 就分开了 分开就不知道踪影了 那会儿哪有什么联系方式呀 你千万说人家潦草呀 什么叫追过你 然后再没再没 然后了吧 我跟你说怎么叫追啊 那个时候的追就是 比如说我放学了 我们从学校往家走 不是这条路吗 他就会在后面 也算是保护我吧 也算是跟着吧 但始终没有过来跟我讲一句话 始终连封信都没给我写过 那你怎么知道这一切呢 我看到他在后面 跟着我了 然后我们班有别的同学 也跟我说过这个事 就是也跟我透露过这个事 谁谁谁好像 一直在保护着你吗 怎么样 一直对你有好感 可是他一直没有勇气来跟我讲 那会儿我们多保守呀 哎 连偷偷写个信 手心都会出汗 什么拉着手 你以为现在呢 那别胡说八道 也就是属于有这么一个事 对他来讲 我觉得 算是对我有好感吗 他 又是来回放学的路上 有这么一点表现 就是我会扭头看到他了 他就会躲起来 就这样子 但是一 你再别笑 但是一句话都没说 连封信也没给我写过 后来我们上高中了 不是就分散了吗 分开了吗 中学就分散了 他就去当特警去了 他就不上了 然后我呢 就到三中去了 就是这样子 再后来就彻底没有联系了 一直到现在吗 一直到前段时间 前几天的时候 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电话呀 还就是我其他的同学 那知道的 给我打了电话 我当时还觉得 都有点想不起来了 这个人那种感觉 今天不是突然给我打电话吗 就说给孩子买了个小礼物啊 什么这样的 然后 我说我拒绝了 我说不用不用太客气了 我说你这我也不好意思收 没事没事给孩子的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不是就是 他人不在 他司机过来的吗 可是这个小佛 他专门就说 这个小佛就是给孩子买的 孩子带的 因为大人不可能带这么个佛的 你知道 这专门是孩子带的佛 他对我是 那你初恋是他吧 有点事 我不是 他不是我的初恋 但是我是他的初恋 你初恋是谁 我的 你绕哪去了你 我的初恋我不知道 我忘了 我整个半天 你是他初恋 对啊 应该是这样的呀 所以那种美好的感觉 给每个人可能都留下了一种 很深的印象吧 我觉得 所以他才会给我送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觉得是这样 我跟你说 这个佛啊 嗯 还是给他退掉 退掉怎么退啊 你说怎么退啊 还是还给人家钱 要不然就是 那我们再以同等的价钱 给他孩子再送一个 不就完了吗 这样也行 信不信 反正是我觉得 这更想 老是感觉 心满不得就 知道吗 人家无缘无故必 撒给你送这么个金服 这个事情 我跟你说 你的说法 你的解释就是 他是你初恋 你是他初恋 嗯 对啊 这都多少年了 还初恋呢 我觉得可能在 那个年代人产生出来的 这种感觉 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吧 我其实也可以 不跟你说这个事 但是我觉得 哎呀 我就害怕你误会 你知道吗 我说了吧 我害怕你多想 那不说吧 你肯定也觉得 人家会送了这么贵重的礼物 你也觉得会 不得劲 没有 你从这段的角度 你去想这个问题 你觉得他小个兔吗 嗯 那你说我要是跟你说了 刚才我跟你说的这番话 那我的顾虑也是有的呀 那你要生气了呢 你往多了想呢 哎 你要豁达一点 哎 那倒没事 那是人家以前的一个 一个懵懂的时候 产生的一个初恋的感觉 人家很珍惜这种感觉 那我 是不是啊 我 我招谁惹谁了呀 你要是理解还好 你要不理解呢 那不是又产生矛盾了 整个半天 你是整个初恋出来吧 看这人 哎 大家看你说这事闹的哈 不行的话 我们就再买一些礼物 给人家孩子再送过去啊 是吧 这样的话 礼上往来嘛 是吧 虽然有过这么一些 年轻时候的一些这种感觉啊 但是毕竟我们现在 什么感觉 都有各自的家庭了啊 你别打岔岔 什么感觉我问你 年轻时候的感觉 初恋嘛 谁感觉 人家的初恋感觉吗 你没感觉吗 这种同学的情谊啊 初恋的情谊啊 其实 那会儿的初恋 我觉得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问题 我觉得 就是脑子里面有想过 所以说 算了 我们就回个礼吧 这事闹的简直 就跟上司打电话一样 弄得我里外不是人 好了 亲爱的家人们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处理妥当的 孩子爸也跟我是同一个意见啊 他也赞成 我们再给人家孩子买个礼物 好了 我们下期视频见哦 拜拜